2023年2月22日展開的港都杯 首日上午公開男子組萬名 在高雄難得十幾度甘爽的狀態下 上一屆全運會金牌黃祥維 和這一年來突飛猛進的大衣新鮮人黃伯縣 還有入選四大運半馬機會最大的周咸豐 三人展開了高速拉鋸戰 以每圈77-78秒展開然後越跑越快 在每圈70秒出頭的高速分出高下 黃伯縣31分08秒17 依一個通過終點 頸椎齊後的黃祥維以1秒之差的31分09秒29完賽 10天前在金門以2小時31分完成出馬的周咸豐 以31分19秒79拿下第三 三人都突破了個人最佳 歷代排行分別推進到22、23和29節 但是相隔11小時 三人都往後退一節 來自虎口高中的現役最速高中生徐立宏 在傍晚的高中男子組萬米登場 在去年5000公尺突破15分 跑出14分56秒後 今年他的目標只指亞洲U20錦標賽萬米 台灣田鞋訂定的參賽標準為30分55秒80 不到4個月前才跑出31分56秒個人最佳的他 一下要跳1分鐘 每圈平均要74秒出頭 企圖心必須強大之外 絕對實力也真的要提升才行 開賽後徐立宏集以每拳74、75秒穩穩前進 但獨跑挑戰度過大 中斷後逐漸與目標越拉越開 即使最後一圈奮力一搏 跑64秒 31分01秒53 仍然無法達到參賽標準 但這個成績已經是台灣高中生史上第二塊的成績 僅次於17歲時 黑色閃電蔣介文在1999年第一屆全運會萬米 和30歲的蔡清洲、22歲的吳文謙 激盪出30分55秒72的高中紀錄 而以台灣U20歷代排名來看 許立宏也有第三節 除了第二的蔣介文 紀錄保持者是6歲移居美國的何成勳 2014年19歲就讀UCLA大一時 在舊金山跑出的30分20秒78 他該年也成為台灣史上第一位 在世界U20錦標賽登場的中場跑選手 這裡泛指的是800、1500、5000、10000和3000公尺障礙 他在萬米以30分48秒86獲得第18名 亞洲U20參賽標準向來是各國自行訂定 2020年台灣填席標準為31分30秒00 因疫情取消 2022年參賽標準也定為31分30秒00 結果延賽一年到今年2023年舉辦 但台灣填席今年初公布的標準 提高至30分55秒80 雖然因此激發了徐立宏躍進的動力 但沒有達到標準無法入選實在可惜 當然如果有與更多人一起競合的機會 甚至參加像是日體大的高水準紀錄賽 成績一定有往上推進的可能 這位20年來首位挑戰萬米30分台的高中生 除了希望協會給他一個機會 也希望他能有機會在更理想的競賽環境挑戰自我 相隔3日 2月26日高中男子組5000公尺登場 徐立宏再度一路獨跑挑戰自己去年血下的14分56秒69 在穩定的配速下他成功的以1秒之差 14分55秒61登上曆代第25節 高中曆代維持在第二 U20曆代維持在第七 同樣的如果是在有競爭的情況下 一定有更快的可能 而傷後逐漸恢復的田瑞翔 這場15分21秒回溫拿下第二 在隨後登場的公開男子組5000公尺 3年前的最速高中生黃翔維 跟萬米一樣小有突破 首度進入14分台 以14分58秒67登上曆代第28節 14分台在台灣男子5000公尺 是個指標性的成績 台灣史上唯一跑擊13分台的吳文謙 所帶起的2000年代的天王世代 張家哲、何敬平、蔣介文、鄭子健 差不多都是在2005年左右 先後進入14分台 然後逐漸推到14分40秒上下 張家哲、何敬平在2010年左右 更推進到14分20秒台 2010年世代的周庭應、葉日紅、李奇如 都有達到過14分40秒上下的表現 雖然說馬拉松成績不是定義選手絕對成就的指標 但2010年年代後的世代 與天王世代的差別 是還沒有人把場地賽的實力 發揮到馬拉松上 現在在追逐馬拉松全國紀錄的 還是年屆不獲的天王張家哲和蔣介文 這一兩年 從追逐世大運半馬的大學生 到新世代的高中生 可以看到台灣男子長寶的化學反應 期待更多14分台、30分台的選手出現 激盪出一個台灣馬拉松選手 突破2小時20分的世代